自從有嘴圓咕嚕之後 我覺得我是更加Energetic 想很Relax 度過印期? 讓我給你一些提示吧 Tips 1 當然要盡早Planning營養 自從有嘴圓咕嚕之後 我每天都會飲Freezo Mom 它清淡的味道對懷孕中的媽媽來說 是很容易入口的 每天一至兩杯再配合均衡飲食 補充我和元寶寶的營養 這個亦都成為了我和她的小習慣 即使現在6個月 我都可以很輕鬆地享受整個印情 所以元寶寶出生之後 我都會保持這個習慣 第二個Tips 就是要Eat Smart 作為Artist 和準媽媽 我都需要Stay Fit and Be Healthy 所以我更加重視一些天然食材 會選一些健康又提供到營養和能量的食物 這個就是我的Super Breakfast的Recipe 當然不少我的Hero 最後一個Tips 就是要學會接受和欣賞自己的身體變化 因為這個變化都是整個Journey的一部分 有Happy Mom 才有Happy Baby 只要定期比較產檢的數據 要確定了解自己和寶寶的健康狀況 和飲食營養均衡 當然還要繼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現在都在修讀一個珠寶鑑定過程 都是對自己和未來的投資 其實懂得愛惜自己多些 都是一種愛護圓咕嚕的方式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